为在高雄左营区国家运动训练中心 举办大门启用暨运动科学中心筹备处接牌仪式 除了将大门外观重新打造 呼应市运竹场馆的流线形态之外 运科中心筹备处的挂牌 是体育发展重要的里程碑 更是选手的秘密武器 行政院长苏贞昌也特别南下参与接牌仪式 强调政府对于国家选手的培育不遗余力 那我们今天能够在这里 大门的启用 比如说大门启用还在办典礼 我们是先把钱拿去建运动宿舍 拿去固置所有的相关训练设备 只有这样我们做得差不多了 才敢建大门 如果钱先来弄建大门 对选手没有直接影响 而训练中心左训中心 是属于国家的选手的 我们就是要在这里 为全国最好的子弟 布置最好的藏地 许多知名的竞牌选手也都参与建政体育界的一大要事 除了新建大门让国训中心更添光彩之外 运动科学中心的街牌 更是让选手夺得更好成绩的重要基地 高雄市也不落人后 7月将成立左营运动中心 让选手能够以最短的路径直升国训中心 那我们也不落人后 我们在对面 今年的7月在左营的运动中心就会成立 那我们希望说从我们的运动中心 国中国小各级 有一天我们高雄市级的选手 可以从这个运动中心 到我们国家训练 运动训练中心 这样一气呵斩 行政院从2009年开始 分期分区完成国训中心的设施 第三期计划经过行政院核定在案 应体经费再投入58亿元 期盼未来台湾有更多优秀的运动员 能够在国际运动的舞台上发光发热 记者金方佩高雄报导